我竟然用一根破管子 自己做出了网上买大几千的乌化壁炉 家爱同学 我在 打开架拭器 好的 开了 一直想给电视棍底下放个壁炉 但屋内价格太贵了 于是我买了一根PVC方管 带盖的这种 还有几十块钱的水井乌化器 先打一个孔穿乌化器的线 雾气得用风扇吹出来 还得来一排出气孔 这吹出来的雾不能是一根一根的吧 再留一个关卡水位的孔 乌化器买的一拖四的 应该够用了 这五个小风扇并联在一起 因为我还不确定风大还是风小 给自己留了一手 然后在雾气底下贴一根火焰灯带 观察水位的地方 粘一块透明亚克力 终于可以加水了 水位线不能超过这个标记 乌化器倒是好时 但是 绷起来的水居然会飞出来 赶紧试试灯光和风扇有没有问题 这六年我是越来越离不开 小爱同学了 乌化器也打算让小爱同学来控制 试一下风扇和灯带也是好用的 但是有点丑 我打算用瘦木板的做一个灯箱外壳 好像未牛的麻槽 再修出来一个框卡灯箱的亚克力 只能用木屑和胶水试试能不能补上了 结果还好 补的大差不差 最后把所有线都接到通断器上 赶紧来试一下到底会不会成功 小爱同学 奶奶 打开加湿器 您应该 你闻什么 나오모头 我爱你 小爱哥 弟弟 碍哥